大家好 我是瘋 我們又回來這個原版生存 上一集我們蓋完了這個刷殺機 線下可以開始準備去做一些物品收集的裝置了 在製作的過程發現 或還有一些材料非常的缺 比如說像鵝卵石 那我們要做偵測器也好 要做投擲器 都需要大量的鵝卵石 沒有鵝卵石的話有很多的裝置都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這個鵝卵石缺乏的問題 鵝卵石可以用玩家直接去挖的方式取得 也可以製造這個炸石機 為了更高的經濟跟效率 我們決定這次只用炸石機來完成這個鵝卵石 定期的收集的裝置 好了 那在線下還發現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都知道村民只要受到雷擊 它就會變成這個女巫 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在這個線下掛機的時候 附近呢曾經有骷髏馬 你看有骷髏馬 所以應該附近曾經產生過雷擊喔 好 那這個機率有多低喔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避雷針呢 在那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大概是Z等於0的位置喔 我們這個時候往前跑 大家有看到嗎 我有一隻村民變成女巫囉 這個村民的位置只有 Z軸大概是60的位置 57 大概60左右 那我們都剛剛有講嘛 在這個128格之內的所有的閃電 都會被這個避雷針所吸收嘛 所以這一隻村民會被劈成這個女巫 表示他的產生閃電的位置喔 一定是靠海那邊 而且是 大概 距離大概70幾格到80格的位置 劈下來這樣 不過我覺得也是非常神奇 因為 這個地方 離我們的避雷針 明明就是128格距離之內 為什麼他還會變成女巫啊 我也是不解啊 而且那一隻村民是什麼 那一隻村民是盔甲匠 也就是說 我盔甲匠的部分要重洗了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在想說呢 我們那隻女巫就先留著 反正那也看不到別人 他就只能在那邊 哎呦 我們先把 他讓這一隻中毒了 我記得我好像有治療鑰匙 好啦 我們之後再治療一下村民 還要把村民再重新弄回來囉 好了 那我們今天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要製作這個自動的炸食機 來針對鵝卵石缺乏的問題做解決喔 我們就直接選一個地方 把這個炸食機把它蓋起來囉 好 好了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在产生鹅卵石之后爆炸 这个树叶方块上面会产生 产生鹅卵石的粒子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哦 它在产生新的鹅卵石的时候 会产生这个粒子效果 那我现在就是目前开机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时序调整过 会有什么差别 其实中间几乎会看不到鹅卵石产生 因为在产生的瞬间 它就会被炸毁 OK给大家看 顺便来挂机10分钟 你看哦 注意看哦 它在产生的瞬间 其实 我们之后就会看不到这个鹅卵石 你看 对 你看它产生的瞬间 其实就被这个TNT炸掉了 所以这样子 时序 设定完之后 它会非常快速的 就把这个鹅卵石 直接炸下去 做收集哦 这样也可以节省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哦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挂机10分钟 看看能获得多少鹅卵石咯 那我们挂机完了哦 我们这个下面其实放了很多的箱子 12345678 放了9个箱子 我们挂机的时间 大概是抓10分到15分钟哦 我们来看看 里面产生多少鹅卵石哦 来 哦 这箱快满了 哇 这箱也快满了 哇 这箱是满的 快满的 满的 这样大概哦 我们抓个七八成好了 123456788 也就是大概 10到15分钟 我们总共获得了6箱鹅卵石哦 这个效率应该可以让我们 方便去制作 我们需要的材料哦 好了 我们就拿我们的一些材料去做我们的投资器吧 来 我这个时候其实最缺 为什么要做这个装置 其实就是为了投资器哦 那投资器应该需要很多的鹅卵石 好了 那我们把材料就做这个投资器哦 这个投资器在很多我的装置里面都会需要哦 你看这样子的话 在不缺鹅卵石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制作我们需要的装置物品材料哦 好了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给影片一个赞哦 那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加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一集生存再见 大家拜拜